大家好,最近几年我们国内各种的查贪污,查腐败,打击非法收入,打击灰色收入,同时让很多偷税漏税,少缴税款的企业也好,个人也好,补交税款。 国内的人民都是非常支持的,我们看各种评论看得非常的清楚,但是海外的独轮运反贼,包括国内的一些公职反贼,各种阴阳怪气的, 说又要共产了,又要打土豪,分田地了,又要抢夺富人的资产了,那么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,很多所谓的被打的土豪,被分的田地,都是非法所得的, 因为你看我们最近几年的打击的这些,那都是非法收入,包括昨天所说的直播界的V,不知道李佳琪还有其他人,会不会也有偷税,少报收入的嫌疑, 你想想像威亚他们,挣了这么多的钱,可是还不嫌自己的钱多,还要挣更多的钱,而且他挣钱的手段是通过,隐瞒收入等等, 这一系列的手法,本身就是非法的收入,这些事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,不过最近美国,可是要来共产了,要来打土豪了, 尤其是要打这些华人的土豪了,要分华人的这些钱了,简单介绍一下,美国最近要查合理资金的来源的购房者, 简单说,就是美国的购房者,要说明你资金来源的合理性, 因为最近一年多,美国的通胀非常的厉害,房价涨得也非常的狠, 美国的民众怨声载道,自然拜登政府就要解决房价的问题, 解决房价问题,首先就要拿一个群体来开刀, 所以美国政府说,他们怀疑房价是被很多非法的,不合理的,来源的资金给炒上去的, 所以要严查近些年的,在美国的购房者, 凡是不给出合理资金的来源者,将直接对房子进行没收,拍卖, 那么所得将直接归美国政府, 那么华盛顿邮报报道,说,目前美国政府已经盯上了七成的华人的购房者, 这也意味着,超过70%的华人购房者,是美国重点突击审查的对象, 华邮还给了一个数据,就是2016年4月到2017年3月, 中国人就花费了317亿美元,在美国购房, 那这317亿美元当中,超过65%是全款购房的, 所以华邮也有一个疑问,全款是哪来的呢, 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呢,对吧,需要他们说明钱的来源, 同样的,华邮最后也问,他给的是2016到2017年3月的数据, 那么2017年到2022年,数据更大,规模更大, 只不过呀,这些数据目前没有公开出来, 所以没有公开出来的这部分,才是最重要的, 华邮也有点暗讽,对吧, 就是美国的房价显然是中国的人, 华人给炒起来的,美国人民怨声载道, 不管怎么讲吧,美国很多的媒体也纷纷的跟进, 炒作的点大体是差不多的, 同时呢,其实还是华盛顿邮邦啊,他也说, 那么之所以啊,美国政府要出此狠招, 是知道部分华人购房者的资金是无法说明来源的, 所以只要调查就能够进行没收, 一方面呢,能给高房价,给美国人民一个出气口, 另外一方面呢,转一下矛盾,矛盾对准华人, 第三方面呢,能够增加一下美国政府的收入, 哎呀,你看一看,对吧,这个美国房价呀, 这两年因为疫情涨了一些, 涨的也不是很大啊,那必然啊,就要拿华人开刀了, 之前呢,尤其这帮独轮运呀,不讲吗, 风能进,雨能进,总统不能进, 因为我够的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, 私有财产在美国是受法律保护的, 所以风能进,雨能进,总统不能进, 总统啊,肯定是不能进,因为总统也不进, 他上你家干什么呢? 不过呀,美国的税务部门是要进的, 要查你的收入来源的, 在美国呀,税务部门是暴力机关, 美国的税务部门还配备有税景,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, 所以呀,风能进,雨能进, 你要回答税景能不能进, 所以你的房子啊,不要说这一次查你的收入来源, 就是要查你的房产税, 对吧,有没有按时补交, 有没有按时交, 你能不让他进吗? 你敢不让他进吗? 而且啊,你房产税拖欠到一定的世界, 房子直接没收,人给你撵出去, 直接就给你拍卖掉了,对吧, 你至于你是流浪啊, 没有人管你的,没有人管你的, 所以所谓的土地私有啊, 以前说,这都是一个文字概念, 事实上呢,都是国有的, 都是政府所有的, 如果不是政府所有, 他凭什么向你收房产税? 你的房子有什么资格向你收税呢? 交不上税,还把你撵出去, 对吧,所以啊, 谁有权利收钱, 其实他就是贼的, 这个对美国民众来说呀, 你也不过就是个所有权, 在这里吹什么牛逼啊, 对吧,在这忽悠谁呢? 但是啊,忽悠人忽悠多了, 自己终究要承受这个恶果, 自己就要承受这个恶果吧, 华盛顿邮报呢, 是比较幼的, 这些幼的媒体啊, 不动不动就讲保护私人财产吗? 结果呢, 对华人开刀, 人家没有意见啊, 所以像美国的, 以川普为代表的吧, 这些右派的选民, 人家呀是老白男, 对吧, 保护白人的合法财产, 不是白人无所谓, 历史已经无数的演绎过了啊, 这个美国的建国历史啊, 对吧, 后来的历史啊, 咱就不说了啊,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, 不过呀, 看了一下国内平台的评论, 知乎也好, 微博也好, 对吧, 头条也好啊, 这个很有意思啊, 中国人民基本上都是支持的, 反正啊, 中国的网民都是支持的, 而且呢, 网民认为啊, 还要查银行账户, 国内支持呢, 大概三方面的原因, 第一方面的原因啊, 就是打脸公治, 打脸海外的独乐乐, 恨国党反费, 他们过去, 包括现在不一直讲吗, 对吧, 有钱人为什么移民国外啊, 因为人家国外对私有财产的尊重,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, 不会搞文革, 不会随便找个理由没收你的资产, 所以啊, 有钱人, 当然要去能保证自己财产的地方, 所以有钱人消息灵通, 所以有钱人啊, 比普通人聪明的多, 这个话呀, 有两个问题, 第一, 打脸, 那人家也不保证私有财产, 没收起来呀, 更恨啊, 直接没收, 说不清来源, 直接没收, 另外一方面呢, 这个有钱人保护私有财产, 那没钱的人呢, 中国大部分人也没什么钱, 他也去不了美国呀, 所以又讲中国啊, 底层人民的人权, 这不就是很荒诞的一件事情吗, 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呢, 就是我们也知道啊, 国内很多人的钱, 其实非法转移到海外了, 美国查一查, 对吧, 把这些非法的收入都通通的查出来, 到底是谁, 谁转移了资产, 对吧,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, 在国内是谁呀, 对吧, 你到底什么身份呢, 在国内, 国外有多少财产呢, 所以美国呀, 不光要查, 还要公开一下, 还要把它大白于天下, 其实不只是国内的, 因为说的是华人嘛, 港台的等等啊, 很多很多, 对吧, 香港啊, 台湾的人也都看看, 第三方面呢, 就是打击偷税, 漏税, 我们有很多移民海外的, 这些商人啊, 也好, 在国内啊, 破坏了环境, 偷了税款等等, 跑到海外, 摇身一变, 成了民主斗士了, 那这些人呢, 也要狠狠的打击一下, 同时, 对吧, 也要证明一下, 对吧, 这个出去的这帮啊, 所谓的民主斗士, 都是坏蛋, 都没有一个好鸟, 那最后呢, 那同时大家也希望啊, 就国内的房价, 还有国内的非法收入啊, 等等, 要更加严厉, 在税法上呢, 也要更加严格的立法, 同时呢, 也要更加严格的执法, 最后吧, 不管怎么讲啊, 这是一个, 美国人也支持, 中国人也支持的东西, 至少从网络上的民意来看, 是这个样子的, 不过就苦了这些年啊, 去海外的这些华人, 也苦了这些独轮运啊, 反贼, 不知道他们要如何圆这个事情, 对吧, 其实, 西方啊, 在历史上, 一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, 澳大利亚今天的国土是怎么来的, 加拿大是怎么来的, 包括美国的国土是怎么来的, 我想啊, 每一个熟知历史的人都非常的清楚, 而且这段历史不用退的太远, 就哪怕退到二战之后, 日本人就被送到那个集中营去了, 对吧, 还有很多呀, 比如当时的华人, 也受到了很多的迫害, 包括财产被没收, 否则的话, 钱学森怎么会回来呢, 这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,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, 包括后来的麦卡锡主义, 以反共的名义, 对吧, 进行人身的迫害, 包括财产的勃收, 等等啊, 这些事啊,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, 而且目前呢, 美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了, 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啊, 对吧, 维持稳定, 是他的首要目标, 美国也不奇怪, 贫富差距加大, 对吧, 川普的红脖子之乱, 意味着什么, 我想都清楚的呀, 那美国的很多的中下层的民众越来越不满, 自然你就要让他们满意, 让他们满意是主要的目的, 至于什么手段呢, 那并不是很重要的, 主要呢, 还是要让中下层民众满意, 否则的话, 对不对, 他们再次上山呢, 甚至更大规模的上山呢,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, 在多种因素的促成下, 相对啊, 有钱, 很多人说也很勤奋, 当然这是华人当中的一个群体, 华人的群体是很多的, 对吧, 既有有钱勤奋, 靠自己双手创造财富的, 其实也有很多国内的非法资金, 转移到海外的, 也有港台那边的反复的套利, 等等非法收入的人, 也是非常多的呀, 尤其近几年, 对吧, 这个房价层层的上涨, 层层的上涨, 这里面的因素是什么呢, 主要还是美国自己印钱印多了, 对吧, 房价的上涨还是印钱印多了, 自己不承担责任, 把责任推给别人, 但不管怎么讲, 好好查一查, 让吃瓜群众吃吃瓜, 对吧, 很多东西摊在阳光下, 看一看, 也很有意义嘛, 同样的, 民主峰会之后, 美国搞一个什么, 全球反腐专员, 帮着全世界反腐, 这个我看很多评论呢, 还讲了啊, 当然主要是推特这边啊, 对吧, 要查中国的腐败了等等, 美国呀, 他不想,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, 查中国大陆的腐败, 他查的只是美国的腐败, 所以美国呀, 真的要抓啊, 中国的反腐, 那其实抓的还是在美国的这拨人, 就像以前说的, 对吧, 这个川普的啊, 这个反华, 这个美国人民啊, 这个川普越先动啊, 这个反华的怒火呀, 针对不了大陆14亿人的, 离这太远, 来到中国大陆啊, 有点特权, 但也得老实的, 针对的还是在美国这拨人, 同样的, 拜登在美国搞反腐, 对吧, 搞反中共的也一样的, 针对的呀, 还是在美国的这拨人, 尤其是华人, 甚至啊, 中产网上的华人, 又要遭驰鱼之殃了, 那好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